欢迎来到我们的华尔街突发节目 今天我们有几个引人注目的新闻要和大家分享 首先特斯拉与百度达成协议 使用后者的地图许可证在中国公共道路上收集数据 这标志着特斯拉在中国推进自动驾驶汽车的一个重要步骤 接着我们将带您了解一对中国大熊猫 即将抵达圣地亚哥动物园的消息 这是中美两国之间持续保护合作的一部分 最后我们不得不报道一个悲伤的消息 以色列在加沙地带的拉法市进行的空袭 导致至少22人死亡 其中包括妇女和儿童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在悉尼大学举办的一场支持巴勒斯坦儿童活动中 引发了一场关于情感虐待儿童的争议 据悉尼陈锋报报道 这场活动让小学年龄段的孩子们 参与到了呼吁起义的口号和歌声中 面对这一情形 保守派的澳大利亚犹太人理事会 指责组织者对孩子们进行了洗脑 声称这样的年纪的孩子们 还无法完全理解这些问题 而活动的组织者 即为巴勒斯坦的家庭团体 却为这场活动辩护 称这是一个教育孩子们 关于社会正义和团结的和平集会 这场活动的争议性在于 它触及了如何在年幼的心灵中种下 关于复杂国际问题的种子 以及这种教育的方式是否恰当 与此同时 在科技领域 特斯拉与中国科技巨头百度 达成了使用其地图许可证 进行中国公共道路数据收集的协议 这是特斯拉在中国推出 全自动驾驶汽车的关键一步 根据电讯报的报道 这一进展 在特斯拉与中国数据传输法律的争议之后取得 目前中国法律禁止将国内数据传输出境 这一协议对特斯拉至关重要 因为中国是其第二大市场 而且在自动驾驶软件方面 它正被已经推出自家竞争软件的 中国对手超越 特斯拉与百度的合作 不仅是技术进步的象征 也反映了在全球化背景下 跨国公司如何与地方法律和市场需求 进行协调的复杂性 在另一个国际合作的例子中 多伦多星报报道 一对大熊猫即将从中国出发前往美国 作为两国之间持续保护合作的一部分 它们将在圣地亚哥动物园得到精心照料 圣地亚哥动物园野生动物联盟表示 它们的工作人员最近访问了中国 与即将踏上旅程到南加州的大熊猫云川 和新宝会面 尽管交接的确切日期尚未确定 但这对大熊猫的旅程 无疑是中美两国在野生动物保护领域 合作的又一成功案例 这不仅展示了国际合作 在动物保护方面的重要性 也强调了动物园在全球保护努力中的作用 这三个故事 虽然涉及不同领域 社会运动 科技进步和野生动物保护 但它们都体现了 在全球化时代下 跨国合作和交流的重要性 无论是在引导年轻一代 理解复杂的国际议题 推动科技创新 以适应不同市场的需求 还是在野生动物保护方面 建立跨国伙伴关系 这些故事都强调了合作的力量 和在多元文化背景下 寻求共同点的必要性 在一系列引人入胜的报道中 我们看到了不同角落的人们 如何面对挑战 争取正义 和追求自我认同 从西班牙的法庭 到西澳大利亚的荒野 再到香港繁忙的街道 每个故事都揭示了人性的多面性 和社会的复杂性 《独立报》 带我们走进了西班牙足球联合会 RFBF前主席路易斯 卢比亚莱斯面临的腐败调查 卢比亚莱斯因涉嫌在商业交易中 接受非法用金 而成为调查对象 这项交易涉及将西班牙超级杯赛事 带到沙特阿拉伯 他在从多米尼加共和国 返回马德里时被逮捕 并在被拘留后获释 检察官要求 对他判处两年半的监禁 此外 卢比亚莱斯还面临另一起 性侵指控的审判 但他对两项指控均否认有罪 与此同时 澳大利亚广播公司 报道了一支专家警察追踪队伍 被派往西澳大利亚北部 寻找一名在布鲁姆北部的灌木丛中 失踪三天的年轻男子 21岁的史蒂文斯先生 在他的车辆陷入泥潭后 步行寻求帮助 但此后便与家人和朋友失去了联系 警方动用了战术反应组的追踪者 并使用无人机和直升机进行搜索 史蒂文斯的失踪事件 发生在金伯利地区最近几起游客迷路事件之后 在另一篇感人至深的报道中 《南华早报》讲述了香港变性人活动家谢恩利 历经七年法律斗争 终于获准更改身份证上的性别 他在从湾仔的入境事务大楼 领取新的香港身份证时 形容这一刻既不可思议 又是司法马拉松的终点 这张新的身份证将使他能够更新护照 中国大陆通行证和银行账单 谢恩利希望这也能结束前线工作人员 对他性别的质疑 这些故事虽然背景各异 但都展现了人们在逆境中 追求正义 自由和身份认同的不懈努力 无论是面对腐败指控的足球联合会前主席 还是在荒野中迷失方向的年轻人 亦或是为了性别认同而奋斗的变性人活动家 他们的故事都激励我们反思社会的责任 个人的坚韧不拔 以及追求真理和正义的重要性 在最近的新闻中 三个截然不同的故事 揭示了世界各地的重大事件和变化 从英格兰橄榄球运动员 在西班牙酒吧的暴力事件 到特斯拉在中国自动驾驶软件的重大进展 再到中国稀土矿业面临的挑战 这些故事各自展示了人类活动多样性的一面 根据Telegraph的报道 萨里森和英格兰橄榄球队的球员 Belly Unipala在马略卡的一家酒吧里 引起了一场暴力事件 结果被警察用电击枪击中两次 这位31岁的运动员 据称用瓶子和椅子威胁工作人员和引客 随后被手铐铐住并送往附近的医院 在那里他被镇静并绑在床上 Belly Unipala穿着蓝色T恤和米色短裤出庭 目前已经获得保释 等待调查结果 另一方面 Japan Times报道了 特斯拉在中国自动驾驶软件推出过程中 所遇到的关键监管障碍 这一进展为埃隆 马斯克近期访问中国 并讨论全自动驾驶 FSD软件的推出 以及获准将驾驶数据转移到海外的努力 铺平了道路 马斯克此行是在取消了原定 前往印度的行程后进行的 原因是其他特斯拉的承诺 与此同时 Nike Asia的一篇报道 揭示了中国稀土矿业面临的挑战 尽管中国政府努力保护这一行业 但中国稀土矿商和精链商的收入和利润却在下降 中国稀土资源科技公司 及国有企业 中国稀土集团的核心上市分支 报告称其2023年的年度收入 同比下降了5.4%至39.8亿元人民币 5.5亿美元 净利润暴跌了45.7%至4.1767亿元人民币 这家国有矿商表示 稀土行业正在经历一个根本阶段 全球范围内的加速整合和结构调整 导致价格下跌 侵蚀了其收益 中国整个行业的故事都是如此 其他国家也在增强自己的生产能力 这三个故事虽然看似不相关 但都反映了当前全球社会 经济及技术发展的复杂性 从个人行为到国际商业战略 再到全球供应链的重组 这些事件提醒我们 无论是在体育场上 商业领域 还是自然资源的开采中 变化都在不断发生 影响着我们的生活和未来 在近期的国际新闻中 从科技探索的壮举 到体育赛事的激烈对决 再到地缘政治的紧张局势 各种事件交织出一幅多彩 而又复杂的世界画卷 Japan Times报道了 中国即将启动的 一项高风险任务 计划发射一艘机器人太空船 探索月球的远端 也就是人们常说的月球背面 这是中国三个阶段 月球探索计划的第一步 旨在最终实现中国人登月 并建立月球基地 继2020年成功从月球 禁测带回样本后 中国此次的探阅任务 无疑将进一步缩小 其与美国、俄罗斯 在太空探索领域的技术差距 体育赛事方面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带来了中国格斗选手魏瑞 即将在One Champion Shape中 对抗日本选手秋本浩子的消息 这场在曼谷举行的 基级别泰拳比赛 对于魏瑞来说 是他的One Champion Shape首秀 魏瑞凭借着20连胜的辉煌战绩 自信满满地迎战秋本 魏瑞表示 尽管秋本的打击力量更强 但他的身法更加敏捷 速度更快 这场比赛不仅是一场风格对决 也是魏瑞在国际舞台上 展示自己的绝佳机会 然而 世界的另一角落 却上演着更为严峻的戏码 根据Associated Press的报道 以色列对加萨地带拉法师的空袭 造成至少22人死亡 其中包括6名女性和5名儿童 这次空袭 针对了三个家庭住宅 造成重大的人员伤亡 以色列军方对这次空袭 没有做出具体评论 但表示拉法是哈马斯 在加萨地带的最后一个大本营 美国等国家呼吁以色列 不要入侵该城市 以免引发人道主义灾难 自2021年10月以来 以色列与哈马斯之间的冲突 已造成超过34000名巴勒斯坦人死亡 其中三分之二位妇女和儿童 从中国的太空探索 到One Championship的激烈对决 再到以色列与哈马斯的冲突 这些事件展示了人类在追求梦想 体育竞技和解决冲突方面的多样性和复杂性 每一件事都是人类故事的一部分 无论是在地球还是月球 无论是在体育馆还是战场 都充满了挑战和希望 在中国广州 一场突如其来的龙卷风 席卷了这座南方城市 造成了惨重的损失 据澳大利亚广播公司报道 这场龙卷风发生在一个下午的雷暴天气中 不仅夺走了五条人命 还导致33人受伤 超过140座建筑物受损 许多地区电力中断 虽然没有房屋被完全摧毁 但有些住宅的窗户被打破 这场灾难发生仅一周后 广东省就经历了一场致命的暴雨和洪水 导致四人死亡 值得一提的是 广州不仅是中国的制造业中心 还刚刚举办了一场重要的出口进口展览 广交会 与此同时 在国际政治舞台上 玻利维亚的合作也引起了关注 根据南华早报的报道 中国外交部长王毅表示 中国和玻利维亚应当共同维护 全球南方国家的共同利益 并加强政治互信 他指出 两国在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 维护公平正义方面有着共同的目标 王毅还表示 中国愿意将中波战略伙伴关系 提升到新的水平 并坚定支持玻利维亚 寻找适合自己国情的发展道路 这一言论 在玻利维亚寻求加入金砖国家组织时发表 显示了中国对拉美国家的重视和支持 然而 在中国国内 一场针对中国 COVID-19疫苗项目首席科学家杨晓明的调查 引起了广泛关注 据雅虎美国报道 杨晓明因 严重违纪违法被 撤销全国人大代表资格 作为中国新冠疫苗项目的顶尖研究员 杨晓明领导了国药集团疫苗的研发工作 在中国 严重违纪违法通常 指的是腐败行为 杨晓明的免职 在社交媒体平台微博上 引发了热烈讨论 成千上万的帖子 质疑他被免职的原因 尽管如此 目前没有证据表明 他的免职与国药集团疫苗有关 这三则新闻 分别从自然灾害 国际关系和内部治理 三个不同的角度 展示了中国当前面临的挑战和发展 从广州的龙卷风灾害 到中国与玻利维亚的外交合作 再到杨晓明的免职事件 这些事件反映了中国在应对自然灾害 加强国际合作 以及维护内部纪律方面的多维度努力 尽管挑战重重 但中国在这些领域的积极行动 展现了其解决问题和推动发展的决心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 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 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六度brief.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 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六度简报 大家可以通过电邮收到六度简报